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73篇26节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自从COVID疫情开始以来 好多人都曾经确诊 有些人甚至不止一次 可能二度三度被感染 有的人很幸运只有轻微的症状 或者是根本没感觉的无症状感染者 老师却没这么幸运 不止发烧 全身无力 还亲身经历了传闻中 喉咙如刀割般的疼痛 连吞咽口水都会感到极度刺痛 所以啊 最严重的时候 整个晚上都没办法睡觉 更惨的经验是啊 这次农历年除夕的前一天 我居然被传染了懦罗病毒 这次不是喉咙痛 而是不停地呕吐 吃的东西通通都吐出来 没吃东西还是想要干呕 连胃酸都吐出来了 去医院打了止吐针后 医生叮咛 暂时都不能吃东西 否则会更加严重 可是隔天就是丰盛的年夜饭大餐 当家人们围炉大蛋美食的时候 我只能虚弱地坐在一旁干瞪眼 小朋友 你还记得上一次生病时的状况吗 应该也是身体很不舒服 心情很不好吧 人的身体 在面对各样疾病的攻击时 还真是不堪一击 心情常常也跟着环境 与遭遇荡道谷底 然而从神而来的力量 是永远刚强不变的 让我们在身体软弱 或心情哀伤时 更多地来依靠我们的天父爸爸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十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十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的身体生病衰弱 心情忧郁难过时 就好像一颗泄了气的皮球 干干扁扁 再也弹不起来 但你的力量永不衰竭 永不改变 亲自为我的心打气 让我重新站立 小孩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沙爸爸 生永不远 一颗二十五节 亲自为我的心等 迷赏 还是 像